回到蓝宣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 我们的阅读单元 那在今天的话呢 阅读单元 我们一样的是要阅读网络阅读趋势 那只是过去呢 邀请到的数位媒体 既行销协会的秘书长卢玉伟 他也会再带一位朋友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呢 一些来宾录音限制等等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玉伟一个人呢 直接上线 但是我们一样呢 准备了非常精彩的丰富的内容 要来观察一下呢 最近的最新的一些网络趋势 哈喽玉伟早安 大家早 好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观察的是疫情底下的 这个台湾的一些数位广告 跟一些媒体的发展 其实它当然也包括了 台湾消费者的使用 也出现了一些蛮大的转变 比方说一开始的话 其实我们都注意到 就是我们自己生活当中 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这一个月来 大家尽可能的在三级的警戒当中 就是能够不出门 就不出门 或者是至少呢 现在餐厅已经改成呢 不能内用了 所以如果要么就外带 要么呢 你就叫外送 那因为呢 外送平台实在是太方便了 虽然我是向来主张 大家还是 这个找个时间 在做好一切的防护措施的状况底下 还是应该要出去走走 但是很多人的话呢 就懒得出门 懒得下楼 好那所以呢 这个外送这件事情 已经成为呢 这个防疫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那虽然我这边看到 是数位时代 里头呢 做了一个调查 六成的台湾商家呢 现在呢 就算原本没有的 都紧急的加入了 外送或支付的一些平台 而且呢 九成都是改由线上定位了 那OK 所以呢 对餐饮业者来说 如果你原本没有这一些 做好的一些数位转型的 充分的准备的话 现在其实 也不得不了啦 所以呢 因为我们来聊聊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呢 的调查 所以也看到很多 除了Full Panda啦 除了这个UberEat之外 也有更多的 线上的定位系统出来了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在看餐饮业过去 我们在谈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多半是发生在 餐厅内部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 他们就是透过像是POSE系统 过去从这种比较 收银机式的 它变成网路化 网路平台的方式 它比较在做的是 店内的一些管理 比如看来客书啊 看大家哪个点的多啊 或者是结账这个部分 还包括我刚才讲的 线上定位 可以看到的是 餐饮业现在在做 是怎么样把线上跟线下 做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整合的这样子的 一个部分 特别是刚刚看到的 外带外送 需求这么高的一个情况 那我自己在看 这一波的这个餐厅的转型 我觉得对于很多餐厅 其实很困难的是 过去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的餐厅 其实它如果做 外带外送的话 比例上来讲 依靠的程度没有这么高 但现在它显然要很依靠 说其实对很多店家来说 其实是一个抉择啦 就是说一方面 你好像不得不加入 但是你加入里面 要负担很多成本 其实是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以两大的外送平台来说 它的抽成大概是 30%到35% 真的好高 成本其实还蛮重的 刚才玉伟讲抉择 事实上我觉得 现在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几乎也没有 抉择的空间啦 因为你除非你相信 你的客户会那么的愿意 你的消费者会 对你那么的死忠到说 他会愿意为了你出门 然后去点个外带 那否则的话呢 其实就是外送了嘛 尤其有点距离的话 那只是说 我后来发现在 书尉时在这篇报道里面 讲到的就是说 你特别提到了 像UberEat跟FoodPanda 实在是 我觉得对于这些商家来说 坦白讲 当然他也想赚钱啦 但是我觉得对于 这个疫情底下的餐饮业者 尤其是那种小吃店啦 比较小的商家来说 真的是蛮残忍的 三成到四成 这样子的一个抽成的费用 所以一运而生的是 有一个我看到这边讲到 什么线上点餐的新创业者 有一个是LINE LINE的点餐 有一个叫快一点 另外一个是手摇引的部分 有一个叫做拟定 这两个的话呢 好像他们的抽成是少一点 对不对 对因为 还是没有抽成 像那两大平台 很大一个部分 其实他也还包括了 外送的成本 那在这一波 其实可以看到的 有一些的店家 他们现在试图在做的就是 我看他有 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员工是闲置 他就把自己的员工变成外送员 有有有 你知道我听说最多的是什么 熊市旅游 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像百货 然后他的所有的一些员工 都去当外送员 对就看到 然后有一些做这样转型 那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的餐饮业者 他也重新去思考 我是不是要建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网路订购平台 因为过去可能他不是那么大的量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那好那给他抽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量很大的时候 他也会重新去思考 所以最近我看到蛮多的业者 就比如说他自己想办法去建他的这个线上的这种 比如说用最简单 可能是Google表单的方式 这个订单进来 然后他再做一些整理 那当然有一些的业者 做一些的调整 他可能包括像是从金流啦 物流啦 这些东西 他干脆都自己来做了 嗯嗯嗯嗯 可是自己来做 讲到最后 呃 你说订餐 订 然后一些管控 然后出餐 但最后送的话 是不是还是得要跟这一些外送平台合作呢 最近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些 当然就有变形 比如说像是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比如说LINE 他们就跟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些店 他们就跟计程车业者合作 因为你可以看到计程车也是受伤 还蛮 蛮惨重的一个行业啦 所以也有一些去跟像计程车这种 去合作 然后去做一个 一个 转型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方式 你这样讲 你知道吗 我刚好看到这几天有一个报道 讲到说我们的一些客运 有一些客运呢 事实上现在也 大概也不太敢搭 或者说大家也尽量要求说不要出门 更不用讲说不要去什么旅游 去闲晃 所以他们就提到说国外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们把一些客运 直接拿来当作送货 就像是比如说 对我们现在有讲到说什么 很多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些什么南货北送啊 也送不上来啦 等等 不过当然他可能比较难去取代那些低温 低温宅配的 但是他如果一般的不需要温度保存的 他事实上可以帮忙送货 也送到一些偏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有道理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都应该在这个时间点上 重新去思考 什么样的所谓的闲置 他可不可以作为另外更有效的运用 对不对 对所以我说像计程车 他们就变成每个礼拜会配送蔬果香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做法 真的真的 OK好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外送餐饮 现在很明显的就转型了 是因为疫情逼得大家不变不行 那事实上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其实在这一期你们这个数位 就是你们这个协会 也做了一个数位广告的统计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也看得出来 餐饮业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受到的冲击也好 还是他进行的转型 或者他的一些广告量 其实我们在也有对我们的会员做的一些调查 其实餐饮业在整个的投资来讲 算是受伤第二惨重的 第二 就是如果以疫情这段时间来看的话 最惨重当然是休闲娱乐 像是这种电影 这种艺文活动 当然没有办法 因为整个活动都取消 他一定整个的那个投资的一定会缩减 那餐饮部分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是说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个比较新的需求出来 但是在投资的这个部分 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的增长 那我觉得当然对于很多的店家来说 也重新在思考他到底在数位的行销上面 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很多的餐饮业过去 其实还蛮地缘型的 就是说他可能在那个区域里面 但因为现在变成你要外带外送 你怎么样去提升你的知名度 其实是还蛮困难 因为比如说我最近也常常在网络上面 买各式各样的这种外带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说你的品牌知名度够不够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毕竟是吃的东西 你可能也不太敢乱订购 然后加上有口味的问题 然后加上说你我真的决定要买了 你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验 其实都会有相关 不过你这样讲 我觉得蔡影业有他的一个困难度的地方 在于说先前如果说你要打知名度 过去你想象中他都怎么打 饥饿行销排队 对不对 问题是你现在哪能够排队啊 我还记得我有朋友在麦当劳 他们好像上个礼拜是前两个礼拜 对对对 他们做了一个促销 被妈爆了 因为他们就说你是需要造成群聚吗 那他们就觉得说我也不过就是要促销我的商品 那你可以不要到店买啊 你可以直接点外送啊 或是用这个得来素啊 得来素排很长 排非常的长 所以得来素也排很长是不是 所以总而言之 代表是说他的促销显然是有打到点 是有效果的 但是因为这个效果呢 带来了太多的人群 而且是实体的人群 结果反而被骂爆了 所以你说到底该要促销是不该促销 而且呢传统的促销 到底在这个疫情期间是好是坏 真的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因为像你怎么样去做 刚刚讲的这种外带外送的这种 光是去取餐这件事情该怎么取 可能都会是一个很大挑战 所以我看到像有一些五星级饭店 他们其实也是重新改装 他们自己的餐厅 要改成从外带外送的流程 来去设计他的餐厅动线 嗯嗯嗯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对这是一个很重要 比如说你可以顺利的 你人到了我的员工就在饭店门口 把你的餐准备好就递给你 所以算是另外一种的得来 说这也是一种 再一个就是说 因为饭店的人力可能比较够 他可能真的就把他的这些员工 拿去当外送员 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车队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显然的 这个就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东西真的是穷着变责痛 不刚才呢 预言讲到说 餐饮业市上只是在这一波里面看起来受到打击的第二第二严重而已 最严重的可能是其他的休闲啦娱乐等等的产业 但是坦白讲如果接下来要稍微的从三级的这个生活 稍微解封的的话 其实休闲娱乐可能会比餐饮快解封 因为餐饮的问题在于说 你要拿下口罩这件事情 目前就现在看起来的 这个中央的讯息 跟这个双北来看 他们其实都不太主张 餐饮过早的放松 所以对餐饮来说的话呢 可能面对这个疫情的当下 该做的数位转型 还是要继续努力做 我可不可以先休息回来之后 再来聊聊 时尚除了餐饮之外 在育尔他们的协会里面 做了年度的相关的媒体广告的分析 从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在疫情底下 台湾的各行各业 到底遭逢到什么样子 程度不同的海啸 那么消费者在里面的表现又如何 休息回来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线上邀请到的 这个老朋友呢 柔玉伟来聊天 我们在聊的是 是阅读网络阅读趋势 那这一次的话呢 就是讲到最近疫情期间 其实对于很多的餐饮业来说 他必须要去加速自己的数位转型 那事实上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跟预委还蛮常聊到的 我们也蛮常找到 在第一线的这些数位产业 或者说需要去数位产业化的一些来宾 都谈到说 台湾的数位转型是真的速度有点慢 但这一次的疫情加速了 他们的数位转型了 那除了这个餐饮业之外 还有哪些呢 从这一次的年度报告里面 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 谢谢 先几月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这个年度的报告内容 大概最主要是什么样的呈现 我们每年其实会针对台湾所谓的数位广告的量 来做一些调查 那里面当然包括不同的数位广告的类型 那也有包括说像不同产业 它在这种数位广告上面投资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最新公布的其实是2020年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就是过去一整年 对一整年的2020 那因为2020其实还整体来说是有一些有趣的观察点 比如说在这个去年整体台湾的数位广告量 大概是接近483亿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听起来其实是还蛮大 因为台湾过去我们在讲说一整年 包括数位或非数位的这种广告的量 过去一般讲大概是六七百亿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但是这几年我们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会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是因为过去的这种大所谓的最大大比六七百亿 大概都是指品牌的这种大型的品牌客户 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中小型的商家 首先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餐饮业 他可能过去不太会去上电视广告 不太会去上这种报纸杂志 但在数位上面他们可能都会做广告 所以在近十年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数位广告量大概都一直是超过两位数的成长 但在2020年其实首度的跌破双位数量 但只有5.3的成长率 对啊这差蛮多的 后来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个曲线图 你说2019年都还有成长百分之十七点六 2018年也是百分之十七点八 你说剩下5.3几乎是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但是问题是去年一整年 坦白讲你刚刚讲到是去年 我还以为是因为有时候年度的话 是比如说去年中到今年中 但是你说是完完整整的去年 去年其实疫情没有很严重 我们本来预期是甚至可能会负成长 但后来出来的数字其实还是有一些成长 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蛮两极化的 所以你就觉得蛮欣慰的 那如果照这样去推端 那今年如果明年看今年不是更惨 有可能就看下半年 因为其实去年的数字蛮有趣的是 其实上半年的时候的确是状况很不好 但因为下半年台湾算是那时候防疫还不错 所以下半年的那个金额有回来 对不对有政大爆发嘛 大家不是那个报复性消费吗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回来有补到一些 所以他们的一个量能出现 而且坦白说去年的疫情的确是 比较严重的是这种国际的一些大型的品牌 因为全球的疫情不好 所以这大型品牌 他们在总金额上面会比较保守 但是台湾本地的部分其实倒还好 就影响比较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刚刚讲到说 虽然整体来看的话 总数虽然少了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 但比预期中的来得好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比较不同的 就有些特别好 有些看起来的话是特别差 那这些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看去年有一个 就我刚刚讲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当然有两个 一个是当然产业的关系 那因为产业关系就跟平台有关 就我们看到去年比较大的成长的量 其实还是来自国际型的这些大的媒体平台 我们在讲三大平台 Google Facebook Line 其实它的成长力道是还蛮强 可是本地的媒体其实是在 就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 所以意思是他们不断的瓜分 我们的广告量还在持续当中就是了 对 我觉得这个当然跟这个媒体属性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去年的这个 就在数位广告里面还蛮大一部分 大家可能在做都是所谓叫做成效型的广告 就希望你看了广告之后就会来做直接的一些购买 或者做直接互动 就会采取行动就是了 对可能跟我们过去在看的这种电视啊 杂志不太一样 过去的电视杂志这种 他们可能都是比较品牌形象 就是说建立你的认知建立你的认同 但是在数位里面成效这件事情 在过去一直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OK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成效来看的话 那照你这样讲 应该就变成是社交平台表现 会比一般平台来得好吗 对 其实如果我们从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统计的报告里面 我也大概 讲一下 我们大概会分 一个当然是说从广告的类型来看 比如说有大家讲到的这种叫做Display 就是大家看到这Banner啊 或者是串插在文章里面这种广告 我们叫展示型 然后有影音广告关键字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口碑啦 网红这个部分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听众朋友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自媒体 很多的一些网红啦 YouTuber啦 Postcaster啦 所以你们都要知道说怎么样子 让自己的流量想要增加 像我最近就一个邻居 他自己架了一个网站 然后呢 自己弄了一个YouTube频道 还问我 说他要怎么样增加他的YouTube当中 他的内容的流量 所以呢 他就得要 如果他要下广告 他就得要知道说 其实有这些区分嘛 比如说你是要在关键字上面吸引大家 还是说你要在什么展示型的广告 等等的 所以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啦 那这些的话 是在一般媒体 或是说在社交平台 都有这样的广告类型吗 大部分除了关键字的话 就比较没有在这个社交媒体 但其他的显示型啊 影音啊 或是内容口碑的话 大概一般所谓的一般媒体平台 或是我们应该看的这种 像Facebook IG Line 这种社交的平台 大概都 其实都是用的 对嘛 因为关键字 因为是文字的关系 所以可能在 可是问题社交平台上面 有些时候你打了一个 那个 警字号之后 那个也算是关键字不是吗 但是他那个没有收费啊 哦 他那个没有收费 了解了解 对 Google的关键字 其实是有做收费的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有区分不同的一个平台 那在 但今年其实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用一般媒体 跟社交媒体来看 的确就像刚刚 蓝雪在讲的 社交媒体的表现 一些是 优于所谓的 一般的媒体 那一般媒体还包括什么 但是你讲的也是数位媒体 数位的一般媒体 对 数位的一般媒体 可能就是我们在讲 你平常去上的各种的网站 新闻网站 或者是说 一些这种 也有一些电商平台 他可能也还 也有一些广告 像这我们都是算在一般媒体 那 OK 所以社交媒体 其实在 2020年来看的话 的成长率是7.9 那一般媒体在93.6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差距 假设说啦 就是什么 雅虎啦 什么 MSN啦 这些就算是一般媒体 对不对 雅虎就算一般媒体 那有些app的话 也算是一般媒体 对 OK 好 那这样的大概区分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出 什么样子的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比较明显的趋势 我们要休息会 再回来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线上 邀请到的卢玉伟 来聊这个阅读网路 阅读趋势 了解一下 目前的媒体 这个在所谓的广告的投放上面 可以反映出 不同的一些产业的发展 那还有这个产业当中 哪一些 可能他投资量高一点 或者说他在用什么方法 去进行投资 那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刚才讲到说 在调查的时候有分所谓的 一般的数位媒体 跟所谓的社交平台 那社交平台显然的 还是吸引更多的 这个厂商去投资 他的广告 所以代表的也就是 他们可能认为社交平台 可以达到刚才 预约讲到的成效 是来的比较高一点的 但是呢 接下来的话就要看看 是哪些 我们刚才没讲到说 在你刚才讲到的 这个广告类型里面 哪些效果是比较好的 就成效来说 其实如果以平台的金额的量来看的话 一般媒体当然还是比较 达单成长的部分 社交媒体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我们从广告类型上面来看的话 总金额的部分 其实还是展示型广告最多 但是在成长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像影音广告的 它的成长的幅度 还是比展示型广告来的高 影音广告就是讲到拍短短的那些 像MV啦 或者说什么微电影 那样的东西 对不对 就可能大家在看YouTube的时候 可能中间就会插广告进来 就直接插广告 那种就很像以前的电视广告 然后或者是说 当然也拍成影音的这种短影片 然后你可能放在这个平台里面 直接投放这种影音类型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成长比较高的就是了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在口碑内容操作方面 就是说网红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整体还不错 但今年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网红是有一点下滑的 就是总金额的部分是稍微有一点衰退 OK 这种可以再去细旧说为什么吗 代表它的效果不好了吗 其实倒也不是效果不好 其实其实的确在去年来讲的话 因为大型的平台 通常是全球型的比较保守情况之下 就是中小型的 我们再讲中小型 这是奈米网红当作发案主力 那它的金额相对来讲 其实是比较小的 因为我们看到所谓这种顶级的网红 它可能一个行销案 它可能都是上百万在做的 那中小型网红可能几万块就可以做掉了 了解了解 所以它跟这个广告总量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的量的那个成长的幅度就只有很小的一个成长 那相对于那总金额来讲的话是大概35亿左右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网红经济也有这个35亿左右 这个也还不算低啦 对不对 而且今年看我们在做的一个 今年我们先 因为我们做的一个大家也还是蛮看好 就是说客户对于网红的这个部分 其实兴趣一直也都还蛮高的 只是说它相对因为它都是 我们刚刚讲现在以中小型网红为讲 它的当然的每个发出去的那个金额不高啦 所以它的量当然不会下跟可能展示型啦 或者是跟其他来比的那个量一下子没有这么多 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知道说 所谓的网红若是大网红的话 它其实接的广告金额其实还蛮吓人的 可以上百万耶 OK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讲到是广告种类 哪一种比较吃香 哪一种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夯 那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到底是谁在投放这些广告 那谁在投放这些广告 其实蛮好玩的有些变化 我都还记得说 去年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电玩 其实呢 下广告下得很凶 那再一个的话呢 有点异军突起 大家意料之外的是政府单位呢 这个下数位广告下得很凶 但今年看起来出现一些变化了 这个电玩依旧的 这个是下了很多 但是呢 政府的部分竟然是负成长 还负成长了百分之二十点三六 好 所以这些消长是怎么回事 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从整个产业来看 在数位广告最大的 还是电商加上这个APP游戏这一类的 过去这三年 他们都是前两大的产业 然后像去年2020年来讲的话 电商跟游戏 他们大概都有七十几亿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规模 那 甚至我们也去计算过 假设我们把游戏电商这两大产业扣掉的话 其实2020年的这个广告的总量其实是比2019衰退的 嗯嗯嗯 对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 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两大产业是数位行销的这个单跌这样 哈哈哈哈 OK是金竹啦 对那刚刚也提到说像去年我们看到的就是在2019的话公部门很大的一个成长 但还是因为因为2020年的1月要选总统加上选立法委员 所以在2019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部门相关的这种广告的量是比较大的 那2020年基本上不算是选举年的 所以他整个的那个量来讲的话其实的确是有下滑 所以公部门这个完全都会跟选举有关啦 就是说选举好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的量就会比较大 哦OK 那最显然明年会大一点对 明年后年会是好年 喝泥当 就选举来说 因为明年后年都有选举啊 好 但是这个也还蛮有趣的是公部门的有一些的这个他还是有一些特定偏好的这种投放的媒体 或者是说比较喜欢合作的这种代理商 他也其实不是一路均章 好像整个产业大家都可以赚到这一波的钱这样 哦哎你这个讲的蛮蛮实在的是这样的 我们后来发现是真的啊 甚至你就媒体来看的话 他会分颜色给啊 所以分颜色分类型啊 这些都是啊 所以呢这是政府啊 在投放数位广告当中的美美嘎嘎其实还蛮多的 对那另外有一个新崛起的产业是医疗保健 在2020年之前医疗保健大家都不会在前十大 但是在2020年开始他就是走度进前十大 然后前涨率也快30% 嗯 这个蛮有意思的哈 他所以这个代表的是因为医疗本身也在进行数位化 也在进行线上远距 对然后加上大家对健康比较重是会开始买保养品啊 这种保健品啊 或者是说寻求各种的医疗的一些协助 所以他的其实医疗保健总金额来讲其实是不还是低的 因为他大概就只有16亿左右 但是那个成长的幅度就还蛮高的 嗯 所以一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个是他本身可能数位化的关系 你这样讲还有另外一个我也看到了 他这个成长幅度也很高 他是高过于医疗保健 只是他的金额相对来说比较也没那么高 但是他就是幅度成长幅度最高 是教育线上的教学 线上其实去年很大的一个这个广告的投放 其实是在这个线上学习的这些平台 他会下比较多的广告 像我自己就常常收到一堆学英文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投放的广告 或者是国中小的这种什么加强啊 云端课程啊 这样子 那你会常常收到一定也是 你去搜寻过这个类似的资讯嘛 对不对 对其实现在这个数位广告 真的还蛮厉害的啦 就我自己在那阵子很幼 还是觉得很厉害 就你只要搜寻过 马上广告就会投给你 对啊因为你有两个小孩 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发展倒还蛮不错的 就是线上的教学跟这个线上的医疗 事实上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啦 好我们休休了呢 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讯时间 继续和线上邀请到的 这个台湾数位媒体应用暨行销协会的秘书长 这个卢一伟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了一些数位广告跟数位行销 它的必然性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你必须要紧急的提枪上阵 那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整个的表现跟销长各自是什么 那有些当然是跟疫情很明显相关 有些可能未必它可能是一个趋势性 跟台湾这块饼也有关系 那所以呢回过头来讲到最后 如果说我们是不管是自媒体也好 不管是小媒体也好 或者说不管你是厂商也好 你都要想要运用这个数位平台的时候 该怎么样去投放这些广告 有什么趋势或是哪一些优劣 值得参考的部分 对就像刚刚蓝讯也在讲的 就是数位行销这件事情 当然疫情是一个短期的变数 但长期来看的话 的确在数位行销下 大家看起来可能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还蛮重要长期期是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 就在我们产业 大家现在非常在讲的 就是所谓的就是叫做cookie list 就是过去我们为什么刚刚讲到 你只要查询的一个事情 好像马上广告就可以投给你 那是因为在这个机制里面 它可以去追踪所谓的 在你的上网的这个网站里面 它其实都有买一些追踪嘛 所以其实它可以去分析你的路径 就知道说你喜欢什么 它就投放给你 但是因为在过去这一段 这一两年里面 包括一些大的这种浏览器业者 他也宣布他推清除这个所谓的 欧美的编锁断跟隐私 隐私权的一个保护的这个部分 所以对于过去的这个广告业者 或是说对品牌最大的一个痛苦 就是说我现在不太容易知道 这个消费者去过了哪些地方 他没有办法做那么精准的比对 那当然对于业者来说 就是你的广告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差 然后你可能要花的金额会比较高 所以在这个的情况之下 最近大家一直在谈的就是说 如果你接下来对数位行销这件事想要投入的话 怎么样把你自己本身的会员资料 跟这些数据去做好其实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 哦 了解 也就是说以前你可能要去依赖这些平台 给你这些涉及隐私的资讯 那过去的话因为没有法令的规定 所以他们也都乐于跟你分享 或者甚至是拿钱让你去买它 但现在的话呢你得要自己去建立 否则的话你可能基于隐私政策的关系 这些平台这些那么夯的这个美国的什么F5 他也不被允许这样子去分享 所以他想要从中间突立他也很难 应该是说他还是会提供一些数据 但这个数据就已经没有那么准确了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的客户的一些需求的话 其实你在投的时候可能就会 你要花更多的钱 因为你要接触更多的量 你才能够去做一些的比对评凑之类的 可是我本来都觉得 因为我们每天也在看这个相关的讯息 确实尤其像欧盟抓的特别的紧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 但是我老是觉得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们真的会这么乖吗 如果说这是他们的金基姆 就是你拿着你的消费者 在我这边留下的足迹 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像金矿一般的东西 卖给别人 他怎么会愿意割舍 但是听你这样讲 好像他真的确实还有做到这一点 就是他确实有去保护 他的消费者的使用者的隐私 应该是说 因为现在浏览器主要 我们在讲的Google旗下 Chrome跟苹果系列 我觉得对于在这件事情上面 比较早开始做的其实是苹果 对他来讲 因为他的所谓的商业模式 并不是在广告这一块 他可能还是在他的软体的服务 在他的硬体的销售 所以对他来讲 他去做这样的所谓的隐私权保护 对他来讲 他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客户服务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为什么苹果这边他的动作其实比较积极 那Google这边当然有一些调节的做法 他尝试再去用新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在不违反所谓欧盟的这个法令之下 他还是可以保持在广告组这边的一个动作 那像Facebook其实也都现在有一些 尝试再做一些新的解决方案 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解决他们的利益受损的问题 所以在短暂的这样的状况底下 在还没有发展出新策略之前 目前的话大家可能就要有些因应 就是刚才玉岳特别提到 你要自己去建立你自己的客户 客户的资料 对不对 对就是说你至少了解他哪些客户 比如至少你的中层客户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一波像餐饮业 为什么有些会很比较辛苦 是因为他过去可能 连他的客户是谁都不知道 你就算要做线上外带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把消息放出去 你的东西客户怎么知道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新产品的一个推出 OK好 所以这是一个你的建议 那还有吗 还有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 可能对于做一些广告行销来说 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品牌组 自己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媒体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我们看到全联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和泰汽车 像他们自己开始是他们 比如说他们自己有自己的APP了 他自己有自己的会员了 然后这是他有自己的精流系统的时候 他未来他自己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新的媒体的一个形态 比如虾皮也是这样 对那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 比如你的产品不只是说你在这个传统媒体下广告 你可能你上架的这些商城或者是说这些品 他可能也会变成是你未来在做行销上面 你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意思是他们自己有了会员之后 他们其实就自己在自己这个会员的圈圈里面 这个池子里面就自己做起行销来做起广告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说他去选择什么地方上架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产品的供应商 假设比如说我在全联或是像这种 不管是全家Saven 大家现在都在做整个所谓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圈的时候 也有可能你的广告不是做在一般的媒体上 你搞不好是在他的这个APP里面 你可能都会去市场怎么去做一些广告的一个投放 然后搭配你商品在他这边上架怎么上架 然后有什么优惠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媒体来说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冲击 所以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是全联自己本身这个例子 他自己怎么样子去做行销 一个就是你上到全联这个平台的商品 你怎么样去运用这个环境 对 因为他自己有产品 他有会员 他有金流 他有媒体通路 因为你看比如像电力商店 他自己都有这个电视墙广告 他有这个APP会帮你推播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包括全联也现在有加入 就这样子的一个商店就越来越多了 就类似把自己当媒体自己当平台 自己也去做销售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有几个一个部分是 如果你自己是比较类似零售通路形态 像他们开始很 我看越来越多的自己也去思考 我自己怎么把我的生态圈去做丰富 那当然对于你是品牌供应商来讲 你要去思考你未来的策略 怎么样在这种里面去做品 那还有就对我们自己的会员的这些代理商 或者来讲他也要重新思考 是说我的这个在做很多广告的这个策略上面 我要怎么样做一些重新的一个调整 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 你又变成你可能会先收到更多的广告 对我之前想讲就是 那这样子对于很多的提供商品来说 你的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几乎几乎上每一个商店都像是一个平台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 你去的商店越来越多 也代表他会提供给你越来越多的讯息 对不对 对然后经销人员就越来越痛苦 因为太多平台要管了 真的 OK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所谓的碎片化的时代 是真的各个领域都是越来越零碎 通通都化整为零 他真的是有方便地方 但是也真的有很多麻烦的地方要去应应 所以品牌 就是如果你要未来做广告 其实你真的要想好你的策略 你到底你是要打名声 你是要赚客户的名单 还是你是要销售产品 还是你是要做这个什么样的 你可能都要想清楚 不然的话这么多平台 你在不管是你的这个内部人力资源的管理 或是金钱上面 其实可能都会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据你的策略可能要想的越来越精细 而且越来越精准 OK好 今天非常谢谢玉伟的跟我们分享 这个相关的年度的报告 谢谢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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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デデュー